我们常常说男人就要像山一样伟岸 男人就要像山一样的强壮 接下来这一位啊 他是我们号男人的代表 掌声有请乔妍上场 你好 欢迎你 好 孟琪老师好 先做一下做个介绍 好 我叫乔妍 今天30岁来自北京 干嘛的 我是做公关活动的 公关活动啊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我准备继续去进修我的专业 而且这是最好的专业我觉得 最好的专业 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啊 最好的专业应该就差不多是我干的这个专业 波音员 对 我其实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还是我的专业比较好 我的专业好 我的专业好 我的好 我的好 你还想不想要家庭梦想 你的好 行 一会看看你那专业到底有多好 你这个专业叫做 心理学 心理学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好 小园实现家庭梦想一起 开门大吉 开门大吉 来吧 开始闯关 好 第一扇门请按响门铃 加油朝圆 听出来了 我应该已经知道了 乔延 乔大哥 乔帮主 别客气 我知道您武功盖世 但是我们那个门比较脆弱 您刚才按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门都在晃 下手不要太重好不好 好嘞 根本是挺贵的 啥歌 听出来了 你的眼神 你的眼神 你的眼神很犀利 到底对不对呢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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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用听完了 这还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歌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确定吗 我确定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到底是这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吉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 鱼不停游 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 爱不停休 从来不想回头 就像鱼儿睡的理由 永远不会问结果 他们知道爱情没经过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不停游 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 爱不停休 汉泳多么遥远 再也不能回首 只要心底永远流浓 谢谢罗耀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展示送给他 谢谢 恭喜你 家庭梦想 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两千元 如果把自己比作鱼 你觉得你是什么鱼 肯定是胖头鱼 这可不是我说的 这是你自己说的 你会游泳吗 我会游泳 像你这种体格 掉水里 是不是就浮起来 我一下去 那半池子水就没了 所以也淹不着我 对对对 挺好 你在生活当中 也是不是一个非常乐观 非常讨朋友喜欢的一个人 应该是吧 因为朋友在我身边 就不太会寂寞 亲友团来了吗 来了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 好不好 来 连线第二现场 马爷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小妮你知道吗 你站在乔妍身边 显得你 特别的苗条 真的 你也 你也好苗条啊 想和介绍一亲友团 这两位是乔妍的大学 大学同学 大为 郭佳 你们找朋友 是按照体型来的吗 真是 我们号称三胖 他在大学的时候 体型就这么魁梧 瘦了 你是大学瘦了 还是现在瘦了 衣服瘦了 最近 衣服越来越瘦了 衣服 乔妍的歌唱的特别棒 是 是的 那今儿看来没问题 必须没有 咱有没有给乔妍加油的口号 什么 一 二 三 乔妍 乔妍 惊喜连连 惊喜连连了都 谢谢 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他们刚才说 你唱歌唱得特别好 还好吧 我唱刘宏老师的歌 其实还可以 真假的 还可以 来两句 来两句 来吧 今天山脚下是我 可爱的故乡 在我离开她的时候 就到这吧 动作也很到位 很传神 接下来有机会再跟我们露两嗓 好不好 对了 你媳妇怎么没来啊 你媳妇是什么体格 我媳妇 不到一米六 不到八十斤 不到一米六 不到八十斤 对 还是很瘦的 特别的纤细 接下来是你的第三扇门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金 准备好咱就走了 好 来吧 请按响 满礼 三千元的家庭梦想金 太确定了 但是好像哼出来 应该是我 你 应该是我 你 我 歌名叫做 我 谁的歌 张宫老师 能唱两句吗 火中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我发现就是稍微胖一点人 他那个唱歌的时候 会有一种共鸣 不知道从哪来的 我们 这个胖 天然大音箱 音箱 确定的是我 张国荣的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急 特别喜欢这首歌 快乐是 快乐的方式不这一种 最容易心事 谁都是遭遇着的光荣 不用闪躲 为我喜欢的生活热火 不用分我 纠缠着光明的角落 我就是我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天空海阔 要做最延长的泡沫 我喜欢我 让调味开出一种结果 孤独的沙漠里 依然谁放得赤裸裸 掌声送给马一鸣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张国荣的 我 也要恭喜你 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三千元 我就是我 每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都各自其职 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 为了别人的梦想 也为自己的梦想在奋斗中 我想问问你 你刚才说你的职业是 公关活动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是很酷爱唱歌的 是 那你会有机会走到舞台上去唱歌吗 有 就是比如说像我装台的时候 然后趁着还没开始 比如说你搞一个活动 装台的时候 对 然后先试试音 像郭果尹 郭果尹 我觉得心理学没机会唱歌 学播音主持 那都是大把的机会 对 这机会你就可以露两手 对不对 非得觉得播音主持是最好的专业 没错 他是这样 其实心理学会应用在生活里面很多的领域 比如像我的工作里面 就能应用到心理学的东西 因为我会跟很多的客户去沟通 我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我就会运用一些心理学的效应 然后还有一些它的小的一些知识点 然后去帮助我的工作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效应 叫登门槛效应 登门槛 也叫得寸进尺效应 就是我们在卖给客户东西的时候 不要一次性的给他灌输很多很多的东西去卖给他 那一点一点的卖 那就是说勾搭着他 再慢慢的多买你的东西 这样他慢慢的会好接受 这个就叫得寸进尺效应 明白了 我们的钱就是这样被你们骗走 这个不能叫骗 再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想去探听他的内心的一些想法 比如说我问 这个张总 您这个东西觉得20万贵吗 在他回答的同时 他会有一些表情在出卖他 一个小动作 比如说他的眼睛 你看他眼睛 如果正常人说的话 比较大可能性是这样的 就是对 这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他的眼睛 如果是这样的 对啊 就是他的眼睛往左侧会去看一下的话 就是他在思索 在构思他的语言 他有机会再说谎了 好可怕呀 读心术 有点那意思 有一点点 一会你要是答不上来 哪道题 你不会观察我的眼神吗 眼睛这么小 我看不见 我眼睛很小 咱俩比一比得了 行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一会可以多多的切磋一下 我也学习学习心理学 其实心理学 它真的运用的范畴非常广 各行各业 甚至包括你做主持人的时候 更加需要心理学的一些知识 一些技巧 好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向前走 好不好 好 目前已经积累了三千元 接下来第四扇门是五千元 请按响门铃 给大家加油吧 调言 听出来了吗 听出来了 是李宗盛老师的一首歌 而且这个歌好像还挺悲凉的 什么歌 叫我是真的爱 确定吗 我是真的爱 我是真的 我也爱所有的 是吧 你确定了 再重复一下你的答案 我是真的爱 一个字都不能差 确定吗 这根是叫这 是叫这名吧 我真的爱你好像 是 没错 我是真的爱你 是 到底对不对 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 你快吓我 曾经自己 相复平一样无依 对爱情莫名的恐惧 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 我读书记忆 我读书记忆 人群中独自美丽 你仿佛有一种魔力 但可我竟然无法言 从此为爱收门去 不能再多闭 是你成为我身影中最美的记忆 甜蜜的言语 不能说也说你 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 我想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 谢谢刘燕 所以我们带来这首 李宗盛的 我是真的爱你 恭喜你 我们节目也真的爱你 你的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五千元 坐 谢谢 刚才一直在做心理学好 我在说波音主持这个专业好 波音主持对谈恋爱来说 还是比较占优势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波音主持的男孩子 他首先我们声音就非常好 有磁性 再加上后天的学习和培训 你在表白的时候 我们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 真的 你不信你听我 你听我说嘛 你别错 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希望对他说 我爱你 如果非要给这份爱 加上一个期限 我希望是 恭喜你们都会抢杂了 一万年 你来一个 你来 我这要给你来这 我来一个 我来一个 没关系 这个咱宁肯战死不能吓死 对吧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这样的机会 怎么办呢 我肯定会对那个男孩 那个女孩说我爱你 您别客气 如果非得在这段感情上面加一个期限 那一定是一万年 够能活的 也还行 也还行 你们说 女孩子一般会被谁的版本打动 女孩子 女生指我一下 快点快点 指我 我也爱你 那个小朋友 你好可爱 你看到没 上到99 下到刚被走 都被我深深的折服了 你服不服 这个还真是 你说说你用心理学的招数 能不能谈恋爱 心理学的这个效应呢 去在恋爱当中会有一些帮助 教教我 这个怎么有兴趣呢 快点说 对 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在发信息的时候 比如说你喜欢一个女孩 干嘛呢 经常会有吧 没话搭了话吗 我一般都是群发干嘛 群发 对 就是如果她要是说 家呢 在家 像这种回答 两个字 三个字 而且很正式的 基本上以后就不用再发了 为啥呀 因为她没有 趋于跟你 沟通联系的这种意愿 如果要是 哎呀 在家呢 睡觉呢 嗯 哎 就是她 喜欢把私密的东西 跟你去分享 有希望 就有希望 哎 这有意思 哎我一般给人发信息 干嘛呢 人都回我四个字 怎么 喝喝喝喝 还不如那在家呢 对 咱们总结一下这个事啊 比如咱们两个认识一年多了 你想看看你有没有希望 然后去搜索关键字 比如搜索一些伪音 伪坠音 比如像 哇 呢 嗯 啊 这种字的频率越高 你的希望就越大 哎 哎我也有一个字 经常别人给我发 什么 嗯 哦 管用吗 嗯不能送 那个那个已经阻挡了 我说啥都说 嗯 嗯 没用是吗 不行了 对 看来这心理学还真快点用啊 你当年追老婆是不是也这样啊 确实用了一些 我媳妇是我这个初中同学 过了十年的时间 然后我又找到她 就特别想跟她在一块 嗯 那我就用了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效应 暗示效应 怎么暗示 我连续一个月的时间 每天去他们家 只跟她说一句话 嗯 你看 十年了 我又找到了你 这不是我的意愿 嗯 是命运 让我们在一起 哦 就给她心理上 种植这个念 对 种植 结果每 结果一个月的时间过去 就她也这么认为了 哦 我们就顺利的在一起 明白了 嗯 把她说晕了 是 说明 心理学 不管在你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 它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不是说让你用心理学的方式 来达到某一种目的 而是 它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 你可以让它 使你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其实这很有意思 没错 很有意思 好好地研究一下 但我们在这儿 继续要研究的是 我们这门 怎么开 第五扇门 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走不走 继续 继续前进 继续 来吧 请按响 门里 这个歌 好熟 看我眼睛 看得出来吗 这歌我太熟了 但是个名字 想不出来 真不知道 我只能求助亲和他 来吧 该你们上场了 连线第二现场 哎呀 乔远 你这个 我要回答对了 你想好怎么报答我们了吗 一会儿这个下个节目 咱们就去吃饭 咱们这身材还吃呢 还吃 那就去游游 运动运动 好嘞 那咱还告诉他吧 自由 张震月自由 自由 张震月的自由 那我们就 吃吃 只能听他们呢 金友团能不能帮到他 让我们期待 开 门 大 金 有时候记得说爱我 爱我 说爱我 说爱我 难道你不再爱我 我的泪滴下来 你从来不曾看过 为什么为什么 爱情让人变沉重 没有人告诉我 原来不是梦想象 不要 未来 你已经自由了 我也已经自由了 谢谢 谢谢阿荣给我们带来这首张震月的自由 恭喜你家庭梦想 金金 我积累到了一万元 第六扇门 一万五千元 要不要闯 我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考虑一下 对 因为 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你彻底放松的 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 有啊 什么 所以人要想放松的话 像我啊 就唱歌 唱歌 对 行 那你唱两句 但是是这样啊 小明 我有一个请求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十年前 就登上过中央电视台的舞台 什么节目 非常六加一 当时是歌手的身份 是 所以我每次看见 有人站在舞台上唱歌 其实我都特别的羡慕 因为可能舞台对我来讲 可能是一个梦想 然后这个梦想 我当然没有为了它去付出我的青春 因为可能我没有那么好的散音条件 那么多东西 但是我这个梦一直在我心 所以今天我又一个机缘巧合 我站在了开门大吉的舞台上 所以我恳请小妮 让我站在那儿唱一次 好吗 这我说了不算数 观众觉得呢 好 给她一个机会 好不好 让她再次站在舞台的中心 挥洒她的青春 来 舞台属于你 谢谢 谢谢大家 为大家唱一首 离不开你 谢谢大家 掌声送给她 你唱歌 你唱歌 怀抱 荣华了我 你青年之间 揉碎了我 你舞动风云 震奏了我 你掀起波浪 抛弃了我 我了 太不公平 爱和恨 全由你操纵 可今天 我已离不开你 不管你 爱不爱我 我了 太不公平 爱和恨 全由你操纵 可今天 我已离不开你 不管你 爱不爱我 谢谢大家 我虽然没有看过当年的《非诚六加一》 你那一期节目 但是我依稀仿佛看到了十年前你的影子 不知道跟现在的差距有多大 站在那个舞台上唱歌的样子 我能想象得出来 现在乔妍已经泪流满面了 一个大小伙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非常感谢你把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流露在我们的舞台上 感觉怎么样 真的小妞我特别感谢你 真的我 不好意思 就是你至少一个人总有那么一个点 这个点在心里埋藏着 那当每次你触碰它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无限的能量和无限的回忆 所以 当我又能站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唱歌的时候 我发现这十年可能是一个轮回 可能我的样子跟时间前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又把我的歌声唱给了所有的人听 所以我特别高兴 有时候我们会搁置我们的梦想 去走一条现实的路 但是 这不代表我们的梦想被我们放弃 当有一天我们重新站在梦想的舞台的时候 好像那一切又回来了 你今天不要感谢我 你要感谢的是 我们的键盘老师大周 谢谢你 如此精彩的伴奏 我们的音频老师 刚才你唱歌的时候给你那么完美的回响 我们的灯光老师摄像老师 还有观众的掌声 这是一个梦想华丽丽的实现在你面前的过程 是 感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了 接下来 是见好就收 还是继续前进 我想不用了 真的 把我的那个学业继续进修 那我想也差不多够了 那你的决定是 谢谢 我决定是 见好就说 确定吗 确定 好吧 那掌声送给他 谢谢 尊重你的决定 谢谢乔妍来到我们的开门大吉 让我的心里说实话 现在也是满满当当的 谢谢 我收获也很大 祝贺你收获了一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 长科气色好的会员桃果肉 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 问候你的爱人 工作辛苦了 谢谢小宁 问候你的梦想好久不见了 是 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